我們這幾天試了蠻多的各式各樣 因為畢竟我也很少穿很正式的內服 所以就多試一點 然後只要我覺得不舒服 哪怕它很漂亮我們都會放棄 就是因為我希望我自己的個性 本來就是比較簡單 所以我覺得是以我自己穿起來舒服 然後大氣為主 然後或者是很難做 比如說裙子太悲很難做 或是我走路不好走 所以我就是我都不要 太重我也不要 所以這幾件試的總共多少套 有算過嗎 可能有試一套吧 20套有 20套有 因為很多女藝人都在搶衣服 你有面臨到這個狀況嗎 這方面我是比較慢版拍 因為畢竟我前任去米蘭工作 然後我回來的時候 大概就剩一個禮拜就要進中獎了 那當然造型師之前就開始找了 可是我真的開始試等於是兩三天前 蠻晚的才在試 所以米蘭有給你什麼樣的靈感 靈感喔 再次的服裝 我覺得 因為我去看的是春夏的嘛 所以是有非常大量的花和薄紗 那我覺得每一次出國有個好處 你就會覺得說 大方一點沒什麼 對有時候在台灣 然後大家就 玉女比較多嘛 亞洲 大家就會覺得 好像息肉如今這樣 可是每一次一去國外 就覺得說 其實就是很健康啊 很性感 所以就會覺得 衣服的尺度上 自己就不會那麼 那麼小心翼翼 口袋或是 因為秋澤已經說他的口袋 要進我們放些零食了 所以說應該就是放秋澤還有吳康仁的口袋 好像已經跟他們說好 他們說OK 那這幾天有沒有特別做一些運動 讓自己的身體 來不及了 來不及了 完全來不及 我兩三天前突然有點想 可是以我自己對健身的經驗 有限啦 就是稍微做一下就好 OK啦 謝謝